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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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祝福一切法有吉祥如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透过正法的道来使众生得到快乐 并且远离痛苦以及痛苦之因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请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佛陀的正法当中,道次第分为三类 包括了别解脱的道、菩萨圣的道以及密法的道 我们现在所要修习的是其中密宙圣的道 密宙圣的道它的意义就像是祖师吉天宋公所说的 显密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贯顶的有无 什么是贯顶呢? 实际上它是一生成就佛果的捷径 本来透过其他长远的道 可以以培养菩提心的方式 经历长久的时间而成佛 但在这当中有些人 他们由于过去素身曾经修持过的缘故 智慧较为广大 而且他们的怀疑心比较淡薄 他们的悲心强烈 像有这样子条件的人 如果遇上了密法、金刚圣的教法的话 可以依此法门的方便而于即身当中成就佛果 因为人们就算了这些空间的人 因此及时将会说的 人们就在这些空间做 人们就觉得这些空间的人 人们就像这样子这样做这个 人们就像这样子很喜欢 他肯定的水平 但是人们就像这样子 所以冠顶它主要的意思是 获得自在拥有自由的意思 在今生当中 我们如果能够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的话 当然也能够感受到快乐 假使在人生当中 受到他人所左右支配的话 常常会感受痛苦 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上 有许多的国家 也是人民总是受苦 有些国家总是人民送着安乐的 这是从今生的角度来讲的 虽然有些人生来 是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之下 但是仍然受到其他的事物所左右 不得自主 因此还是会感受苦的 所以要从自由之因下手 如果具备自由或者是自主权之因的话 那么就能够感受快乐 相反的 假使失去了这样子的自主权 则会感受到痛苦 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了 导致自由自主的因 那么暂时上可以获得人天的快乐 究竟也能够成就解脱 以及一切智的佛果 因为我们的意义 但是我会有的 但我会找当这个经济和 虽然没关系 但我们为了 难道称 之后 我能够让人家 从这都有 我真的有 人 2022 004 holderfi 壽闕 人時間長顧牙 女士 人的居民 人道後饶酒饶酒飽乎關 角度要賺 人心不宜 Nep рублей 人家快乐 以原步 他们都是在房间或者内灾通的房间 生活裡面都是在房间的房间 房间也都在房间 他们都在房间里面 这边都是我的房间 就是这个商店隔了 要是商店隔 meters 就是商店隔隔了 这里就是商店隔了 一直是商店隔了 就依险做到 然后还要评论 这天你 老公给你回来了 真曾经 cottage来给你 他寫我看 寸我看 我想说 因为他在写书画中的 写书画中的 能看他这么说的 这个玩 帮助玩 和罗神所的 这个刺书是一般的 今天下午要进行的是四级关顶 在密法当中分为旧义派跟新义派这两个主要的派别分支 新义派的教法在叛教的时候通常把密法判为四不密序 也就是世序、行序、于且序跟无上于且序 而在旧义派的教法当中针对密法的解释 它最主要是侧重四级关顶尤其是第四关顶的法义 这些新旧义派之间对叛教意义的差别仅仅只限于广略 或者是侧重层面的不同而已 实际上意思都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传授这个连同第四关顶在内的四级关顶 在接受冠顶看待本尊的法门的时候 我们应当要了解 虽然有许许多多的本尊 有很多不同本尊的法门跟成就法 但是即便是一百个这么多的本尊 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我们不需要把它当成是个别的事情来看待 如果你不了解本尊的意义的话 你就会把它当成是个别的事情 如果你懂得它真实的意思的话 一百个本尊一百种法门它们究竟的意涵都是相同的 但是为什么对个人来说 个别上本尊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能力与启发呢 这是由于我们过去生当中自己熏修的个别的情况有所不同 有一些是生生世世有缘的本尊 所以对于有特殊的法门 我们可能会感受到自己特别喜欢 或者当你去念诵它的咒语的时候 禅修它的本尊身相的时候 你有与众不同的一种体验或者是感觉 这个就是因为跟自己有缘的关系 但实际上所有本尊它的本质都是智慧 它们都是智慧本尊 就像是今天所说的 一切诸佛与智慧秘义界中是无有差别的 所谓的本尊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佛 而佛的本质是什么呢 佛的究竟本质是法身 也就是犹如虚空一般的空的面相 而它的展现的面相犹如彩虹一般 则是圆满受用身 在这样的圆满受用身当中 就会陷起激进跟愤怒尊等的一些本尊相 我们现在所要进行的就是 同时一起把激进尊跟愤怒尊等的诸天 它们的灌顶一道进行 最终我们还是要了解 不管你有再多的成就法 再多的智慧尊的法门 上百种的法门 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虽然在它的庄严形象 或者是成就法方面有所不同 究竟本质仍然是义 你得到头脉的 我靠到哪里去 中国人都在中文上 在中国人都在中文上 在中国人都在中文上 该 compar��了 中国人都在中文上 你还有一些东西 可能是现在残下的 從中 被人 治療病 死去 如果有病 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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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生日 his肉 Wikipedia 拉萍薑 것으로可cal 也很高於公民的导言 唯一叫辰江湖之類 振賀定還 Marines 大奸 hoo Kazami 不能跟和启liv kampanzi incol已日午一夜 都不得起立套 已經打K OFAY一片 則是的 好不好 你 thought the不狀態 所本部的組織 佰阿花式一躺 三躺一躺 但是更爭 说你卻跟着 照顧茶不飲 闻联阿爾得啟抬頭的 他もし吃到就幫你 但你壓在眼睛 機械 excell是 我因为你 他努力 剛才 Doll Parliament 雲上的,三十,三十十 해요 梅裡面,梅裡面怎麼這麼幾乎 雲上的雲是,我就在這裡 我以前這輪湖山嶺,八輪湖山嶺,六雲 四、四、五、三,小 Patrick,龍馬,西亞嶺 整個四次都是 lien罩 就tar了 首歌 像其中间 这个有毒 带来 在前面 然后 带来 一定 也 好 只是可能生了 但是,他人都不在 就论了一些人 所以,我看過了 我也是想到 我就是想到 我就是想到 我在地上 都在地上 我都想到 再想到 我就是想到 有些人会理解一种观念 就是由法生而产生了报生 献起了报生 由报生而献起了化生 这样子的意义是该怎么样理解它呢 我们晓得借由熏修世俗跟圣意二种菩提心 最终能够成就佛陀 而这样子的法报化三生 实际上就是佛陀的果德 就是它的果上的功德 而它分为清净跟不清净的层面 其中法生跟报生是唯一清净的面向 而化生则是兼有不清净 以及清净的面向在其中 那么我们要问什么叫做清净与不清净呢 实际上所谓的不清净在究竟的意义来讲 这种概念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没有所谓的根本不清净究竟不清净的 因此我们说所有六道的有情众生 都可以归纳在化生的意义当中 那么如何理解化生呢 在这边所说的话我们可以从虚假或者是以假为真 这个方向来看待众生与化生之间的关联 我们的众生的本质是真正的佛性 真正的佛的本质 就像是本师佛陀所开示的 心性本为佛 然为克成遮的意思 佛陀提醒我们 心的自信本来就是佛果 也就是说我们的根本的基础之上 就是如来 就是佛 但是暂时被一些克成性的染污给遮蔽了 医护主金刚池 主王仁波切常常举这个校正 心性本为佛 然为克成遮的校正 他常常这样子说 我们就是因为 妄把没有根本不存在的我 执着为有我 把自我跟无我的本质 化成了等号 就好像把奶跟水混在一起 最后我们紧抓的这个自我 有了自我出发 就产生了自他的区别 但是实际上 我们跟其他众生的根本的心的本质 在究竟上都是亲近性的 这一点是完全相同的 只是当我们随着烦恼的时候 会由烦恼的自向而产生种种的静 比方说 以称恨的自向 会产生地狱道的景象 由于吝啬的自向 导致了恶鬼道的景象 由于鱼吃的自向 导致了唐生的景象 由于贪欲导致人道 由于基督心导致非天阿修罗 由于我慢心 所以身在天界当中 产生天界的种种的像 那我们现在这样的心 它本质是佛 但是还没有成熟 所以所谓的灌顶 就是让这个不成熟的心 得以成熟的意思 为什么说它不成熟呢 因为我们就像是拥有一颗植物的种子 它还没有发育 还没有发芽 没有成熟 所以那个果展现不出来 如果我们说那个果或者是花朵 是佛果的话 那么佛陀跟我们实际上是同一个 本质是一样的 就像是同一株植物 它的种子跟它的花 是在同一个生命体上的 同样的在灌顶当中 灌顶法门的本尊 灌顶的上师 以及受灌顶的弟子 这三方面 从心的本质上来讲 是完全一样的 就像刚刚所说的植物 植物株跟植物的花朵 它们其实是同一个生命体 用这个方面来了解 弟子的心 上师的心跟佛的心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心还没有成熟 还不能够让本来的佛的功德 得以展现 所以透过灌顶 这个被称为能令内心成熟的法门 来促使种子的成熟 如此我们就能够让佛的本质功德 展现出来 以许多的化身而饶育有情 建设 mä驱的 BU在耐权山 deme 后 importantes 莲真的能够让一cell 中凯 seç言 所以有者 准重会是两 Sache 那才是三年 Mack年 端下还是仅存奥的 trong包括 神仅当分 150 小毒 这些我们就完川 并为越珍 Safety 有 越珍 这些 knowledge 你是 拿去哪里艰辛的 裡面有些壞的可以去 去抹出 battle 然後帶去哪裡 拿去哪裡 길裡有兩個 就是漂亮的 所以就是 所以我們以後 這是剛才最大的 就得到 陸鑊 去陸鑊 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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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 就 是 这些殹尔便有六八 然后那个人仔细也有六八 然后这个人大会做什么 然后那个人有六八 这么说 这些是套路的 那些讨论的话 它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人都做的 我们一个人一天 那么四五年 我们一个人一天 四四年 就四三年 这些什么人 所以在自己上人也要做行不鮮明的 如果手指不切 illustration 看得到的究竟 我想想想 ask你 你在事什么的此 使我 dislike Butter 所以说在被咸过的 哎呀 hi 我对 GOT 在一切道的修行当中,一开始一定要去思维、谈论下面人生难得的重要性。 这个教法它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我们说六道众生当中最为殊胜的是人的生命。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从三大方面去探讨,第一个是从成就人生的本质因去了解下面人生难得, 再来是从人生难得的辟语去了解,再来是从数目跟比例去了解。 从这三方面去了解下面人生是如何难得的话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首先我们从下半人生如何促成的,如何成就的,也就是它的因来认识。 人生来自于福德以及持戒,戒除害他行,戒除邪淫等的这些过失所生的福德,所以我们会生而为人。 透过不施持戒忍辱等的修持,我们可以成就不同的世间功德。 比方说,修持安忍者会感得相貌庄严端庄长寿无病等的功德。 修持不失,我们可以感受到财务受用这一点,大家也都非常的清楚。 而修持持戒功德,如同前面所说的断除害他行,断除邪淫等, 持守戒律,得能够在战时获得人天善趣的果报。 刚刚提到了,修满的人生就像是种子一样,如果种子遇到了适当的条件, 例如水源,例如土壤,而且他没有被外在的负面力量给破坏。 比方说,他不涉及烦恼的话,那他的发芽乃至于最后的成长开花, 是自然而然,而且相对非常容易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如何去思维想满人生难得,而不要浪费空过人生如此重要的成就佛果之机, 他的意义所在。 从这样子的思维当中,我们也会认识到六道轮回里面, 为什么人生是如此难得,人生是如此被赞叹为最为殊胜的生命形态的原因。 在说,这种流程中,有病人是为下治疏的。 在一种流程中,我们也会在那边,也会见过的沉岛。 从这里的流程中,第一种流程中,一种流程中,每个三种流程中, 但是我们缘分治疏者,。 我们的流程中,我们如果不超越化,我们也会在这种流程中, 我们想供用着产生,我们使用酒精地跑分离开, 我们再两种流程中的流程中,我们把这种流程中是, 就是之前我也 chose beer- Doctor 在这个地方,现在在哪里什么, 在哪里这个地方, 她很喜欢 утasure, 我会说, 现在这里是 emblem的。 它是标准, 我觉得我们这边还没有 油不能。 舒 comfort 好好吃 吃 那個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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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那么长期了 很多人都会在那里 他们在那里调整在那里调整 他在那里调整在那里调整 所以在这里调整 然后还在那里调整 他在那里调整 在那里调整 他在那里调整 所以就叫他 你去那里调整 干嘛 到周常看着什么 这种画面的画面的画面 譬如文字幕的G四季 最大的画面的发展 稍時同节的画面 零 Riol 做好的鲜 我定的어알当生完了的是一本 kinds的東西 跟生一本村一 musique了 久不久的三十呢? 在cre世相當ò有所管的 在下面有法官有了 許多人管他自己的工作 並不zuf隨隨乎工作 並不去這間如果一座学士 一座學士就多用了 都掛開玩遊戲 在六路当中 当我们拥有了人生之后 因当在世俗的修持当中 结合前面所说的不失 持戒 忍辱之外 还要进一步地去修持精进 禅度跟智慧 禅定跟智慧度 精进 禅定 智慧度是成佛之音 首先简单地说一下精进 精进是对菩提道次第的修持 也就是三圣的次第 包括了别解脱圣的道 菩萨圣的道 以及密宙金刚圣的道 我们屈辱于其中而做实修 这个就是精进 在世俗的生活当中 也应当结合着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禅定跟智慧 这六度普罗密多来修持 从事一切世间的法 也就是以利他心作为出发 而去从事一切生活的行为 再来是禅定度 禅定它本身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神摩他 也就是极止 一个是毗婆舍纳 也就是圣观 所谓的极止在修持的时候 应当把握的是以慈悲心为前提的 指而熏修世俗菩提心 真正究竟的圣观指的是 能够通达圣意的无耳智 了知心的本质是无耳智慧 这样子的境界叫做圣观 也叫做圣意 那么透过菩提心的寻求 最终我们会了知原来自己跟他人是无耳的 当我们晓得了自他无耳之后 就能够通达新的真正法性实相 这样的新的法性实相是犹如虚空一般的 当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了物 就叫做真正的圣观 有了圣观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自己过去的谬误 本来事物的本质是无我 但是我们把它妄加天真为有我 虚构了一个我 这样子的虚构就是一种谬误 当你了知自他无耳 见到新的本性实相的时候 如此的谬误就会自然的平息 如果一个人他不能够平息自新的谬误 他将不会了解别人也是处在谬误当中 由于他见到了自新的实相 所以他知道自己就是谬误的 自己妄把无我看为有我 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所以他见到了这一点之后 也晓得别人也是在这样子的谬误当中的 所以自他实际上是没有分别的 这个就是透过熏修禅而产生的圣观的功德 我们按照前面所讲的这些道理 去驱入菩提道当中的不同的道路 包括了远的道路 近的道路以及洁境 在长远的道路也就是显身的修法当中 一定要结合着佛子行三十七颂的教法 来寻修二种菩提心 如果驱入了洁境的密宗金刚圣的话 则应当要力求于三种中阴境界当中解脱 就像是至尊密勒日巴尊者所说的 上等者于第一中阴境界当中在法身境界里面成佛 中等者则是于报身境界当中成佛 如果在第一第二境界当中无法成佛的话 必定应当要在第三个中阴阶段当中 于化身境界当中获得佛果 以上的道理如果是一个拥有聪慧智慧者 应当会了解的 一个真正拥有智慧的人 他会了解慈悲心的功德 从慈悲心当中会看到无我的价值 会看到我值的过失 一个紧抓我值不放的人 他的眼界当将会只有自我 只会晓得自己的苦 不会见到他人的苦 一个拥有无我智慧的人 则能够拥有广大的悲心 不会只看到自己 所以当我们在接受观点的时候 务必要通达如此观点的真意 就是慈悲与智慧的结合 重点就是慈心与悲心 特别人都在 那些人是帽子我做的 那些人的 不准那不是 不准行 사실按摩 themes 動作筛 十三六穷 看 Ihre mode 理гов Jump 看到它是 怪рать 要 Beng 其實是 夥传 如果你 自我 不打 把它 那就是生物的地方 就是山植山的地方 林国有的 那就是為了 萬一所知的地方 那就是地區移動的地方 那就是 一家媒體有的 那麼就是 那就是 那麼就要去 但是 在家中的地方 也很想要去 是 人民代表公命就是聖宗三治见肾上天和多冷忆山 pieltまず打忆山 Johnny老虎说打忆山 那家人都在职丁ents观星期 2600年的牵引遊 他們都是炸大針煙的 然後,一切都是炸大針煙的 咕哩里的話 在這種說話 在這個 poem 對齊氣 我全部不想和光 甚至這次在山上撞得壞掉了 這次會又達建經典的 那裡有涵裏面的 所以 在山上撞都撞著 山上撞在山上撞過 是山上撞在山上撞柱的 四十四十的東西 一百下沖流了 沖流都沒有他 根本來因為 bol來 有些地方努力 那我之前就知道貓叫做的 貓知道貓要叫做的貓 però貓要是貓以為貓要做的貓 即使我的貓要做的貓要做的貓,不如貓要做的貓 貓要做的貓,不如貓要做的貓 和貓的貓要做到的貓 所以因為貓要做貓 但是… … UCK O … 但如果他是比较的 我都会把人家谷 Harry 我家宅เรา就去了 他人的派 他人在哪 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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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的 我家宅 一人的大人 这一人的大人 她的大人 我家宅 的一方的还 sleepy 这给家人代签所上的 老百姓才给予付 存在所以 我认为 屋中 找说 对家人从庶那男生 人身这样的 我就是王所用的 阿正 这东西的英国 五江的英国 所以 所用作 王子 英国 他们说 王所用作 王子 英国 所以说 三十大花 天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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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王子 英国 但是弟弟那小希望大家能打托 很少的靠同士 只有她能打托 你 很糟就是 當左壇子 そ牆向 这一本不如我们运动 我们在一年 这一本乘的是 这一本乘的 即使这一本乘CH 而是 这一本乘的 我们是 今天有很多善知事都会来到这块土地 大家都传授许多佛陀的教法乃至许多的灌顶 不管是四大教派哪样的上师上师师在传法的时候 传的是广的灌顶也好,略的灌顶也好 其实它们各种的道理都是一致的 所谓的灌顶,如同前面所说的 它指的就是一种进化 进化什么呢?进化我们的身口一三门 透过灌顶,我们能够获得禅修升级次第的权利 这个是在升灌顶方面的 由于升得到灌顶了 所以能够禅修本尊的升级次第 进化了身体的盖状染污 这样子的进化力量就是升灌顶的意义 它进化了我们对色身外向的执着 让我们了悟显空双运的自信 而语言的灌顶是借由密咒的语切 令我们进化语言的盖状染污 了知到身影的本性 而义的灌顶是让我们了解 究竟二种菩提心的真谛 我们说众生在中阴境界当中 都会感受到种种的恐怖部位的景象 这些部位景象其实是来自于我值所生的 我们在禅修本尊的升级次第法门 在接受灌顶的时候 就是要去除这种会导致种种苦 导致种种部位恐惧的我值 有了我值才造就了一切痛苦 所以它是我值的根源 假使我们不能够非常圆满地把握住灌顶的真正的要义的话 也应当要了解佛子心三十七颂当中的道理 即使我们不能够通达整个佛子心的意义 其中在第十一个记者里面所说的 一切痛苦源于欲自乐 圆满诸佛淡于利他心 这两句就概括了其中的要义精华 所有的痛苦乃至于恐惧跟部位森然的景象 都来自于我们的我值 由我值触发了这一切痛苦的像 而一切圆满的诸佛 由饶欲他重的心而产生了二种菩提心的功德 所以免于这样子的恐惧最终获得佛果 在我们熏修的过程当中 由于修持世俗菩提心的力量 所以我们得以从我值当中逃脱出来 得以从我值当中获得净化 而进一步地了解需要饶意有情众生的道理 进一步地进入世俗菩提心的圆满 我们了解了圣意菩提心 也就是所有的众生 跟我们在根本的基上面是相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至尊密勒日八尊者 他在他的道歌当中提到了 不见众生只见诸佛 这个道歌的意思就是 在基本上心的根本上 我们都是相同的 再多的灌顶乃至于上百个灌顶 它的本质也都是一样的 就像是我们在别解脱的戒当中 每次每逢十五日要进行菩萨 菩萨律仪的意思就是长静 长养 净化的意思 长养什么呢 长养功德 长养资良 净化什么呢 净化业根 我值以及烦恼 灌顶的意思无非也是如此的 透过前面的说明 我们会晓得原来我自己跟佛 在根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之间是具有连接性的 这就是佛陀 圆满的佛陀 万文所宣说的殊胜的教诫 而做了这样子的介绍之后 我们今天就要来进行的是 子宫家嘎举传承当中 被称为极密圣生的灌顶 为什么称它叫做极密圣生法门呢 因为它是将佛陀所曾经讲过的 一切教研再再反复的抉择 再抉择浓缩再浓缩的教法精华 有些长远的传承 渊源流长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摔损 加持力的摔损 三昧爷的摔损等等 但是进传承 通常佛陀传承 它有一个殊胜性 就是没有这样子的三昧爷的瑕疵 它的三昧爷是很亲近的 没有传承摔损的问题 这个法门被称为 极密圣生正法 密义 它是直接来自于 莲花生大师所传下来的一个法门 那么由于今天来到这边的 藏人的上师比较多 所以我待会在关于法门的来历介绍的时候 我首先会念诵藏文 之后再由中文跟英文的译者将它翻译过来 今天这个法门它的法门背景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将用这个方式来进行念诵 中文的翻译的部分在这边 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 让它结束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勿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如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且 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内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取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佛教慈悲置业 东山吉祥书方 举办2023儿童节同趣小画家 提倡孩子善良与慈悲的教育为初衷 由好老师带领孩子们创意发想 其中自在的彩画班体验课同趣小画家 邀请大人小孩同来度过彩色的午后时光 备有蔬食下午茶点 倡导善良蔬食的分享 课程与茶点免费供应 12人满班 日期4月4日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 地点东山吉祥书方 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二段478号 报名电话03-9580-286 书方位于省道台九县边 复设停车场 公车路线从罗东转运站发车的红二号线 慈悲至夜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起见梁黄宝产共修法会 恭请转山法师领众 日期4月8日星期六 梁黄宝产卷一 4月15日星期六 梁黄宝产卷二 4月22日星期六 梁黄宝产卷三 4月29日星期六 梁黄宝产卷四 5月13日星期六 梁黄宝产卷五 5月20日星期六 梁黄宝产卷六卷七 5月27日星期六 梁黄宝产卷八 6月3日星期六 梁黄宝燦眷酒 时间下午2点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西新区中山厄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阿若乔成如尊者 第一悟道比丘阿若 阿若乔成如尊者 原是希达多太子的五位侍从之一 在太子成佛后 也是首批在路野院听到佛陀开示的弟子 乔成如尊者 首先入正法 开悟正果 视为五百罗汉第一位 阿若即是初解之一 一心鼎礼尊者阿若乔成如 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 二愿大众能与尊者同得清净善之士 与佛菩萨结缘 种下解脱因未来得彼岸果 主持人的尊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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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